记者刘雨庆澎湖报道,澎湖远航马拉松今日举行全程马拉松42公里,由观音亭延伸至白沙通梁折返,沿途设有交通追管制赛道,在白沙中正乔一应超车不当,满载食物的货车与自小客车对撞,导致自小客车驾驶中红秋柜卡在车底,送医前已无生命迹象,院方人设法抢救中。 警方调查指出,今日上午8时39分,由陈信林仲南76年次,驾驶自小货车8070TG,沿马公往白沙方向行驶,在线道203线8,3公里处中正乔,因不明原因跨越分向县至线双簧红线,驶入来车道,与由中红秋柜女,35年次,所驾驶之VG01, 1836号,沿白沙往马公方向行驶之自小客车发生对撞,双方车辆左前车头严重损坏。 自小客车受猛烈撞击后,车体变形中,女被夹在驾驶座,经消防局破坏车体后就出,并送往三军总医院澎湖分院急救,到院前无呼吸心跳。 自小货车驾驶于撞击后被抛出车外,目前人在卫生福利部澎湖医院急救中,无生命危险。 双方驾驶一位由三总澎湖医院及卫福部澎湖医院抽携检测,有无酒精反应。 根据了解,车货线场位在马拉松赛道上,原本四线道缩减成三线道。 自小货车系满载食品,准备前往北海码头上传送网及被裹脚,是否应赶船班时间而冒险跨越双黄线。 导致车祸,仍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。 由于车祸发生之际,澎湖远唐马拉松赛事仍在进行中,许多选手都目睹到伤患抢救惊险一幕。 赛事结束后仍心有余悸。